《二百三十五》 《明報》 《內地生場租潮推息》 2015年7月27日Money Monday P34報小明近日股市迴訊 市場焦點重回物業市場、發展商刀莫權賊獎 新盤密羅緊股部署推售,入手樓市活力重現 這邊商場沙幻盤損價揭中,再度觸動上車客神經 收票量破防協記錄 那邊商下半年首個大型一首項目也登場在職 涉及單位如九百個,隨該盤坐落的東沖區外 元朗區也成為下半年一首上車盤的主戰場 港人上車事業之火燒得次熱 然而至今仍然有不少准買家普觀望心態 為物業大減價望穿秋水 然而隨好涉樓價十級而上 市民的上車夢無日無知 近日本行促成一宗粉嶺獻程間兩房戶成交 新業主是一對七十後夫婦 努力儲錢十年買樓 加上從股市套利 得以儲舊彈藥 榮升新業主 成交報道後引起一陣空洞 市場高唱上車不時蒙 無疑樓價長升漲有下 首置門檻提升 加上政府接連出招八市 令不少市民轉買為租 延緩上車計劃 為期間租金走勢持續上揚 令無樓一族住屋負擔易不興 美聯租金走勢圖所見 今年6月底實用面積每呎租金約33.9元 岸月續升約1.1% 上半年則累積上升約3.5% 世界樓成交比例下跌 當中世界租盤成交比率也見下跌 按本行促成的全港住宅租募資料 發現1萬元或以下的租募比率 由2009年上半年與五成反復回落 至今年上半年約11%低位 反觀過萬元的租募比率均6顯著增長 數字反映世界租盤入場門欄上升及盤源收窄 1萬元以下的租募個案比率 有機會進一步跌穿1成以下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 過往內地大學生市租募市場其中一個動力 東鐵園線物業及大學附近屋苑教授追捧 為過去數年內地生來港讀書人聲勢放緩 估計搶租潮退席 第三季租金看升2%至3% 來港讀書人數聲勢放緩 預期租募高峰期後 租金走勢趨勻 展望全年升幅約7% 新界區升幅由其突出 將幅可達一成 布小明美聯物業住宅布行政總裁 12月2日 10月10日 1996年 2096年 20日 20、209 20、2013 207